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indance 采用基于视觉的智能跟随 可将拍摄对象锁定在画面中 自动保持距离 自主飞行 和跟拍并行在飞行中自动感知和躲避障碍 让跟随拍摄更轻松 更安全 下面我们也是如何使用智能跟随 首先 启动飞行器 使Findance 离地良民一上 确保要凤击左上角档位设置为P模式 进入DJI Go App相机界面 点击屏幕左侧遥控器图标 屏幕将出现四个飞行选项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在光照条件良好 GPS信号良好 前世障碍物感知系统正常工作时 才能启用智能跟随 点击智能跟随图标 对人进行跟拍时 直接点击 当跟随框左上角出现人体标识时 跟随效果更稳定 目标框出现后 点击Go 即可开始跟随 选择跟随其他物体时 可通过点击或拖拽选择框 选定跟随物体 使用点击选定时 需要保证物体与背景具有明显的对比 且物体边缘轮廓清晰 如物体与背景的反差不明显 则需要手动对其进行框悬 请注意 在确认跟随前 确保目标框与物体轮廓贴合 轻触屏幕框 选择需要跟随的物体 选择框出现后 点击Go 确认 在开始跟拍前 可让飞行器从不同角度观察跟随目标 有助于稳定跟随 飞行器将与跟随目标保持一定距离 并跟随飞行 控制摇杆即可调整跟随距离 高度和相机角度 注意 飞行器与跟随物体距离需要保持在50米以内 为了保障飞行安全 飞行器在智能跟随过程中的高度 需高于被跟随的物体 推荐让飞行器与跟随物体保持30至60度的抚养角度 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保持智能跟随的稳定 波动横滚杆即可环绕跟随对象拍摄 这对于专业飞手来说也是一项高能度操作 长按并拖动跟随的物体即可改变锁定位置 重新构图 如果目标快速激动脱离了跟随可手动操控跟上目标 Findance会重新识别并继续跟随 在跟拍中飞行器能感知前方障碍并自动悬停 在飞行器设置感知设置中开启主动避障 飞行器即可根据环境选择绕行或悬停 Findance能识别三维空间的物体 当跟随目标转向在画面中改变形状 飞行器能继续跟随 Findance默认从后方跟随运动的拍摄目标 如果需要拍摄目标正面 可在飞行器设置 感知设置中选择智能跟随时允许倒退 这样就可以让飞行器在倒飞中拍摄跟随目标的正面 在倒飞拍摄时 请确保飞行器周围没有障碍物 按下遥控器的智能飞行暂停按钮 即可暂停智能跟随 或点击屏幕左边的Stop按钮退出智能跟随 飞行器将于原地悬停 等待下一个指令 使用智能跟随时 请确保航线上没有树枝或电线等细小物体阻打 避免飞向玻璃或水面等透明物体 请勿在雪地区域进行跟随 祝您的飞行之旅安全愉快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